欢迎收看建筑三分秒事业杯特别节目 我是建筑师高强 在足球赛场上呢 我们都知道主场的重要性 因为主场的这个原因呢 还诞生了一个专有的名词 叫做魔鬼主场 我们之前讲过的北京的工体 上海的虹口 其实都属于魔鬼主场 可能有些朋友会不以为然啊 觉得哎呀什么魔鬼主场 魔鬼主场有那么邪乎吗 其实我原来也觉得应该不至于 但是后来查了一下资料 我发现这个魔鬼主场还真是不一般呢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的北京的工体 北京工体这座足球赛 我们都知道是北京国安的主场 国安在这里面呢 曾经战胜过 AC米兰 阿森纳等这些欧洲一流的强队 当然一二线球的时候我们就不说了 而且呢 国安在这里两夺足球赛的冠军 还曾经以9比1的悬殊比分 战胜过上海神话队 那么国安在这个球场 为什么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呢 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离不开 整个玉林军球迷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但是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很多人传言 说是国这个工体的绿营场上 场子下面埋着一位前国脚的骨灰 所以每次比赛的时候呢 场上的主场球队 它不是11个人在战斗 而是12个人 你说是不是有点邪门呢 当然你要觉得这个也没什么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上海鸿口 在工体表现不错的国安 怎么到鸿口就歇菜了呢 实际上在中国联赛的前20年的时间里面 北京国安队在鸿口 从来没有取得过一场比赛的胜利 这个事情你说它不邪门吗 即使到现在国安到鸿口踢球也很难取胜 当然其他的客队想在鸿口战胜上海生花 也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 那么鸿口作为上海生花的魔鬼组场 它的魔性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也许跟上海的魔独有关 再不然就是我上一期给大家讲的 专业足球场的魅力 那么北京的工体上海的鸿口 是两座魔鬼组场 我们中国的魔鬼组场远远不止两座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第三座魔鬼组场 广州的天体 说起天体呢 很多朋友可能会一脸懵圈 尤其是不懂足球的 一听这名字肯定就迷糊了 天体什么意思 天外来客 再不然就是这个外星人 外星人和足球的故事 其实这些朋友都想多了 外星人是不会踢球的 广州人踢球不错 倒是真的 天体全名叫做天河体育场 是广州恒大的主场 曾经与北京的工体 共同被评为最佳的亚洲体育场 而且也被誉为亚洲第一主场 那么天体就是 嗨子不舒服啊 天体就是广州恒大的魔鬼主场 大家请看 这是天体的图纸 那么天体它最大的魔性 就是在于 它孕育了一支中超球队当中 绝对的魔鬼球队 就是广州恒大队 我们来看看广州恒大的成魔之路啊 2010年的时候 广州恒大呢 还是中甲联赛的一个很普通的球队 当年呢 它获得了中甲联赛的冠军 到了2011年的时候 广州恒大呢 就以中甲联赛升班马的身份 勇夺中超联赛的冠军 也就是说 它在连续两年间 夺得了中甲联赛的冠军 以及中超联赛的冠军 广州恒大干的这件事情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 而且2011年的时候 天体就已经成为恒大的主场 那之后的恒大呢 就跟打了鸡血的外星人一样 一路披荆斩棘 所向披靡 拿了所有它能拿到的各种各样的冠军 而且最主要的是 它还拿到了我们中国人之前 想都不敢想的亚冠联赛的冠军 还拿了俩 一时之间 全国人民举国沸腾 所有的球迷 不管是不是恒大的球迷 都为恒大的壮举所感到骄傲 而且所有的人心目当中呢 都有同样的一个疑问 为啥不能让我们的许家印先生 作为我们的足协主席呢 其实呢 像这样一个原本是普普通通的球队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成长为 这么超级的一支强队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我认为原因无非也就是三点 第一点 那就是我们许老板 还是钱很多呀 抱歉啊 看不见 没办法 第二点 那就是我们马老板 钱更多呀 第三点 其实就是我们天体的狂热球迷 才是最多的 我们看到了天体的这个 整个的一个球迷的一个圣景 这是我们本次 我们的三集视频当中 我们的群演全部到这来会合了 大家可以仔细的分辨一下 这里面的那些熟悉的面孔 那么天体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们来说说天体的故事吧 关于许老板跟马老板的事情 我是说不清的 因为我没有钱嘛 实际上呢 天体它是天河体育场 天河体育场呢 是天河体育中心的一个中心体育场 那么这个体育场呢 很多人可能会以为 这个名字由来是不是因为天河区啊 其实不然 天河体育场的建造的时间呢 实际上是比天河区成立的时间还要早 因此呢 很多人讲的是天河区的名字的命名 就是来源于天河体育场的名字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哦 那么天河体育场 天河体育中心 在建造的时候呢 实际上当时只有一个天河村和一座已经废弃了的天河机场 那么天河机场是什么 天河机场历史很悠久 是我们中国非常早的一座机场 那么这座机场最开始建造的年份是1931年 当时呢 是为了国军的空军将官的一个训练基地而建造的 那么到了1937年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我们跟小日本干去了 于是呢 天河机场就变成了华南区域国军将士 跟日军将士在空中作战的地面基地 当然也诞生了很多的抗日英雄 那么到了后来呢 小日本很厉害嘛 没有办法 1938年 仅仅过了一年之后 广州就沦陷了 小日本占领了广州 也占领了天河机场 小日本马上就拿出了 不把自己当外人的厚脸皮精神 于是就开始扩建天河机场 那么他把它扩建之后呢 就成为了华南地区最大的军用机场 后来小日本被打跑了 国民政府接管了广州市政府 这个时候呢 广州有两座机场 一座呢 就是天河机场 一座呢 就是白银机场 那么当时广州市政府呢 国民政府就把天河机场 跟白银机场进行了一个分工 那么最后确定呢 天河机场是作为 一个军用机场而存在 而白银机场呢 是作为一个民用机场而存在 后来呢 我们知道 国民党被打到台湾去了 新中国成立了 新中国政府呢 接管了广州的这几座机场 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呢 由于从苏联引进的战斗机 在天河机场没法见过 于是呢 当时的广州市市长 叶剑英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把天河机场 跟白银机场的功能对调 那么从此 天河机场就作为一个民用机场 而白银机场呢 就作为了一个军用机场 好久不长 到了1958年的时候 又是因为 引进苏联的客机 在天河机场没法降落 于是没有办法了 OK 那就只能把白银机场 再改为民用机场 而把天河机场呢 直接就作废了 也不看我一眼 话说啊 如果我要是天河机场 我估计我都得恨死苏联人 为啥呢 你说苏联人研究的这些飞机 这不成天 成心跟我过不去吗 就是让我难看 不过话说回来了 塞翁是马 颜值非福 天河机场 只有在去掉了天 机场之后 才能变成真正的天河 1987年 第六届全国运动会 要在广州举行 这个事情大家很开心啊 现在的人是没法理解的 因为我们现在 说实话 举办个奥运会 可能都跟过家家似的 但是我们知道 在八几年的时候 别说奥运会 亚运会都没有办过 全运会 就是最隆重的运动会 所以那个时候呢 广州人民是非常开心的 而且我前几期 我跟大家讲过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过 我在工体那期讲过 实际上中国的全运会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全都是在北京的 工人体育场举行 第五届 首次离开北京 去了上海 第六届 就来到了广州 你说多么重要 因此广州市政府 非常重视 那为了举办这次盛会 广州市政府就在天河机场的这个位置 画了一块5.2平方公里的土地 用于建造天河体育中心 来承办本次的运动会 那么有朋友可能会说 那为啥非要在这个地方去建这个体育中心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当时的广州市政府 为了把整个城市向东拓展 那么它向东延展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建立整个的天河区 实际上在两年之前 国务院已经通过了广州市政府 在天河社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而建设体育中心呢 正好是启动新区的一个绝佳的一个机会 因此呢 在这里建设了天河体育中心 下面大家请看一个道具 这就是强死有礼牌灭海灵 本节目由强死有礼牌灭海灵 特约播出 本灭海灵不仅能够扫灭一切蚊虫干扰 而且还能够当作建筑来使用 实际上呢 这是广州的中性广场 曾经的亚洲第一高楼 中性广场呢 现在它的结构高度333米 依然是全世界最高的 混凝土结构建筑的 纯混凝土结构建筑的 半公楼 那么在中性广场的北侧 就是著名的广州东站 广州东站原名叫做天河站 当初呢 也是日本人为了建设天河机场的时候 而建起的一个车站 后来才发展为广州站 而中性广场的南侧呢 就是我们的天河体育中心 天河体育中心由体育场 体育馆以及拥有馆三个核心建筑 共同组成 这就是所谓的叫做一场两馆 一场两馆构成一个体育中心 这样的一个开发建设模式 在当时全国都是非常非常领先的一个理念 当然我们不管它到底是有几个厂还是几个馆 所有的体育中心 它的核心都是体育场 天河体育场呢 整体的造型是一个传统的马鞍形 它的总建设面积呢 是6.5万平米 能够容纳6万名的观众 天河体育中心 中性广场 以及广州东站 三点连城一线 共同构成了天河区 城市区域当中 一个特别重要的中轴线 当然这条轴线后来也成为了广州市新中轴线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且这条轴线也直接带动了整个天河区的发展 不过呢 作为一个体育场而言 实际上 能够成为一个城市的中轴线 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我在第一期 在公体那期我就说过 平定一个体育场是否伟大的一个标准 是在于这个体育场它 举办过什么样的比赛 诞生过什么样的英雄 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天体举办过什么样的比赛 包括六云会 九云会 以及很多大大小小的赛事 当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90年举办的首届女子世界杯足球锦标赛 简称女子世界杯 就是在天体举办的 那么天体作为它的中心球场 这个分量不能说是不重的 而天体呢 在这里诞生的英雄毫无疑问 中超的霸主广州恒大队 而且呢 中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在天体的成绩一向也都还不错 因此天体也被誉为中国男子国家足球队的一块福地 那么天体所发生的故事 我们前面都已经讲过了 大家就能够知道天体对于广州来说也是一个无可替代的体场 其实呢 不管是今天还是昨天 广州呢 都从来不是只有这样一座体场 但是呢 天体带给广州市民和球迷的记忆却是唯一的 这些记忆当中呢 有举办赛事活动的记忆 也有在现场为自己主队呐喊加油的记忆 也有自己在这里锻炼生活的记忆 因为今天的天体已经走入了广州人民的生活 是广州人民在这里锻炼身体 感受阳光的一个最好的所在 也许呢 我们国家很多其他城市的体育中心 都应该来广州看看天体 在这里你能够感受到 只有属于人民的体育中心 才是最棒的体育中心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 我是高强 咱们下期再见